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25.3b的练习 这个主要是加入 就是交多一个数法公式 他的做法是这样 分母取平方 超下倒上加减去超上倒下 然后这一边呢 减x加2 对吧 所以x-x去掉 2加2得到4 分母一般上我们保留为那个x加 x加2的平方的练习法 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保留的 所以你展开之前也没有错了 就这样子 OK 第一题没有问题 第二题分母取平方 分母超下倒上是等于1 再减去超上倒下是等于2 2乘进去得到负2x 减减变加2a 对吧 2x-2x去掉分子4 3a 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 非常好 OK 分母平方 超下倒上得到326x平方 超上是2x立方 倒下是等于1 过后我们再展开6x立方 加12x平方 减2x立方 6-2得到4x立方 加12x平方 然后再处理这个x加2的完全 也是对的 分母平方 超下倒上 减超上倒下 倒下是2x 然后2乘进去2x平方 加2 2x乘进去得到4x平方 减也要乘进去啊 所以是减6x OK 2x平方 减4x平方 得到负2x平方 减6x 对啊 然后呢 再加2 分母也是放着它 就这样 OK 负2x平方 减6x加2 除以x平方 加1的完全 OK 正题 分母是 分母平方 然后分母 超分母 超下倒上 减去 超上倒下 倒下的时候是2x 减4 然后呢 乘进去啦 3x平方 减12x 3x乘进去 6x平方 减也要乘进去啊 4x 减减变加 加12x很好 都有注意到 问题来了啊 它最后呢 这个加12减12去掉 然后呢 就会得到减3x平方 后面答案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注意啊 你的分母 其实如果我抽一个x出来的话 它是不是x乘x减4的完全平方 那完全平方 是不是前面平方 后面平方 啊 你的分母可以 回分成这个模式 不是回分 是因此分解成这个模式 如果是变成了这个模式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哎 分子有什么 分子有x平方啊 我可以约掉啊 有没有 啊 所以它最后给的答案是这样 分3除以x减4的完全平方 所以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分母 可以不可以再减化 再因此分解 啊 因为你要分子呢 有时候呢 可以啊 越减啊 越减到啊 变成比较减化的 alright 再来看一下这个分母曲平方 超下倒上 326x加1 对不对 超上倒下得到2 然后呢 再展开了 2x乘6x得到12x平方 加2x减6x 写两次 没关系 减1乘1得到负1 2乘进去 负别乘进去 6 减6x平方 减2x 减减变加2 然后呢 12x平方 减6x平方 得到6x平方 2 加2减2去掉 剩下减6x 加2减1 得到加1 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啦 6x平方 减6x 加1 再处理2x减1的完全平方 很好 再来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很像有做的 这个步骤 其实它有点跳步啦 因为分5取平方 其实是前平方 加2个前称后是6x 再加后平方是9 所以它其实 超下倒上的时候 得到8x三次方 减去超上倒下的时候 它其实是 微分这个啦 微分这个呢 就会得到2x加6 所以是有少许的跳步啦 OK 如果呢 它没有做错 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呢 你可以看成 x平方 加6x 加9 乘这个8x 地方进去 所以就会得到8x 5次方 减6 8 48x 4次方 9 8 72x 3次方 OK 然后呢 这个减2x 4次方 呢就乘进去得到224x 5次方 减去 6 2 12x 4次方 过后呢 再做减法呢 8-4得到4x 5次方 还有 还有4次方呢 是48-12得到36 72保留 那这边呢 后面不是给我这个答案了 什么原因呢 我猜哦 它应该可以再因此分解 分子 如果我抽于4x 三次方的话 那它会有x 平方 加9x的 3次方 9x 加3 可以抽4吗 98 72 这样抽4的话 就9 2 18 48 应该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好像是可以因此分解吗 9 9 9 4 1 4 4 8 32 啊 然后 可能可以 变成 加6 加3 对吗 x 加6 x 加3 可以交叉成因此分解 所以交叉成因此分解啊 我们得到什么 x 三次方 x 加6 x 加3 所以我们因此分解了之后呢 就会发现到x加3其实可以越简单 所以越掉了一个之后 它后面给的答案 它再把这个4x三次方再缠回进去 所以呢 它答案是给4x 4四次方加6424x三次方再处理这个x加3的三次方不过我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4x三次方抽前去应该也是OK的啊 就是说不用再乘回进去了 好了再来看这一题先进行通分 对吧先进行通分 1-x乘过来1加x乘过去 2乘进去你就会得到2加2得到4 -2x加2x去掉 只是注意分5进行那个通分的时候是1加x乘1-x会得到1前平方减后平方所以应该是1-x的平方 这个平方不是在外面不是整个取平方应该是x的平方而已 所以如果是1-x平方这个时候分5取平方超下倒上这个是得到0对吧 减去超上倒下是得到负2x 这个是别得到0注意因为你的4回分4是0 所以这边应该是出错了一下了 然后呢负负得真 所以其实是剩下8x而已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我看一下后面答案就可以 8x除以1-x平方的平方 OK 所以这边错了了 OK 这个会变成0要注意 要注意 第9题 分5取平方 超下倒上得到负1 超上倒下得到负2加2x alright 然后负乘进去 然后负乘进去 符号全部堆掉 然后这边展开 这边是负 哎 又在讲啊 乘负8 加8x 8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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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平方 对吧 过后前面还有一个负 我还没有乘进去 所以乘进去的话 加8-8-2x-2x 过后好像也没有办法 一直分解了 也没有办法越减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x平方-8x加5 除以3-2x加x平方的平方 非常好 OK 这一题 我看答案是对了 基本上分母取平方 超分 超下 倒上 1加 1-2x 超上 倒下 倒下 是负1加 2x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就拼命展开 我觉得有没有需要 这个如果抽 抽负出来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后面这边抽负出来 这边就会变加 这个就会得到1-2x 所以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呢 我抽1-2x出来 它会比较简单一点 你会得到1-x加x平方 加上1加x-x平方 所以这个去掉 有没有 这个去掉 直接变成加2 对吧 1加1得到2 那你的2乘进去呢 就会得到2-10x 就简单很多 有没有 所以要善用什么 善用抽空音式法 你就不用展开 做这么辛苦 alright anyway 还是恭喜你 最后还是做到正确的答案 ok so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